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暴力救市, 成效传矣 在未谈到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恒新指数前日升了319点, 收报26675 成交仍然非常活跃, 有1358亿 虽然比昨天的1366亿稍微少了8亿, 但都是非常大的成交 港股连续第二天反弹, 而且今天反弹幅度比较多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内地暴力救市 昨天A股大跌, 上证指数跌了7.7%之后, 今天其实都是低开的 不过内地一连串的举动, 可以说是形容为暴力救市 继2015年之后, 再一次出现 很多种手段齐出的暴力救市 令市场, 今天A股大幅反弹, 先低后高 虽然我对这个成效是传疑, 不过无论如何, 今天的而且确令到中港股市反弹 究竟这些暴力救市的措施包括什么呢 昨天人民银行大幅放水, 逆回购12000亿元, 淨投放1500亿元 但是今天再加码, 今天逆回购总共5000亿元 淨投放4000亿元, 即是两天加上淨投放了5500亿元人民币 那已经放了很多水了 第二, 中证监, 刚才银行, 现在中证监为预防疫情 对股市发生崩盘, 就做了一些措施了 那应该国家队今天呢, 又是积极入市的 据上海证券部报导呢, 内地多家大型的保险机构的 权益投资基金经理, 昨天都直接抄底, 即是买货 入市规模呢, 加起来超过8亿, 超过100亿人民币 基金行业, 也要承担起, 为国互盘的责任 那, 即是很多间机构投资者, 都有出手的了 那, 所以放很多水了, 然后呢, 就叫那些保险基金啊 叫相关那些基金经理呢, 出手, 户盘, 救市, 救国 那, 做了这么多样东西之后呢, 今天呢, 其实A股那个表现呢 先低头高, 看一下这些走势图了 上证指数, 达得叫少, 达1.3% 那, 今天最低的时候, 跌穿过278点的 最低的时候, 见过2685的 但是, 刚才说了, 一年转暴力救市的政策 昨天又不让沽空, 又要那些国家队入市 又大幅放水, 今天呢, 破个村头上去 那, 是不是真的好呢 其实以前都试过的 那, 这么大的裂口呢 这些这样的蓝筹, 它要, 即是要 补回部分的裂口, 不出奇 但是, 补得了, 暂时来说呢, 就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事实上的疫症, 对经济的影响都很大的嘛 上证指数, 达1.3% 深证成分股指数, 达得比较多了 达3.2% 又是了, 这个下跌裂口, 有待回补 互深300指数呢, 中间 两个市场加起来的一齐, 最300只大银筹 就反弹2.6% 这里这个裂口, 也都很大的, 又是有待回补了 那么, 达得最多的, 就是那些小的股呢 即是深圳创业板指数呢, 今天呢, 达成4.8% 那些跌裂口差不多补了, 越小的那些补得越多 也都创业板, 科技股相关的那些股份呢, 就升得比较越多 那今天, 其实内地这么暴力, 感救市法 港股呢, 所以才出现, 连续第二, 大反弹, 也都是比较大成交的 不过这样, 这些, 你要明白, 它是用了很多人为的措施去做 使得市场回稳 香港呢, 就没有那么多人为, 香港弹一点点 大概26800到27000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 即是这两支大银筑的顶部 这支呢, 31号的银筑顶部呢, 是268100 而30号的 这支银筑的顶部呢, 是27134 那你大概都是27000这些水平呢, 我估计就是比较大的阻力了 因为这两天呢, 是大银落来的 那现在呢, 可能呢, 受到内地的影响, 刺激到 有少少反弹, 都不出奇 但是不要那么快掉以轻心住 因为这些, 就是这么暴力的去干预它, 令到它 摘上去这些, 在香港, 是很难会出现到的 那香港都是要面对基本因素的 基本因素呢, 就是, 其实, 讲第一季的GDP呢 大家都还是比较看得, 就是担心一点点的 好像, BBC 也报道了, 中国去年, 餐饮, 零售, 旅游, 收入合共有15000亿元的 那就是, 受这个疫情影响呢, 估计新春的那个假期呢 那就是, 已经是那个消费呢, 損失已经高达1万亿元的了 那,另外呢 那, 国际平吉机构的标准普尔呢呢就说, 那个 所以一連串 其實這些實質的影響 大家都是要小心的 不要看著說很暴力去救市 就覺得已經完全沒事 當然了 今天大家也不能夠只看壞消息 都是真的有一些好消息 例如在疫情方面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今天其實 雖然那個新增 或者總共確認的人數已經超過兩萬 最新去到六點鐘的時候 就去到兩萬零五百二十人 而此人數是兩萬三千二百一十四人 不過好消息就是治癒的人數 已經上到六百九十四人 較死亡的人數是四百二十六人多 當然有人不會懷疑這些數字 因為會不會回北省那裡 根本都不夠試紙 不夠測試的那些 所以測試不了 確認不了那個 所以沒有計進去這些 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只能夠用官方的數字去看 就是說 現在治癒的人數 連續第三天是高過了那個死亡人數 也就是說 懷疑是有點弱 即是有機會 可以治癒到的 現在都試驗了 希望就是說那個疫症 即是高峰期快些出現 過了拐點之後 就真的對那個經濟的影響就可以計算了 即是Aftermath知道究竟有幾大影響 從而知道市場究竟跌到什麼位置就夠了 是不是已經是足夠呢 這樣 那是沒有這些拐點出現之前 我覺得今天這些反彈 或者內地很人為的刺激 導致港股回穩這些 大家都還是要小心的 不要那麼快相信 那因為內地如果沒有這些手段去刺激的話 隨時它也是再跌下來都不足奇 因為市場好像你說 跌一天就算了 不是跌完了 那現在又跌了幾個百分比 那不是沒有試過的 2015年試完之後 結果都是大家明白 就是還是要回歸現實的 那所以大家都還是要小心這件事 那如果你說真是受影響得最大的 那今天就是那些豪島股 因為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就公佈 要將那些澳門的賭場 暫停停業15天 那照計應該對他們都很大影響 不過今天也是 由於內地那個暴力救市 廣告氣氛都比較好 所以他們曾經一度跌4個百分比 最後都是跌幅收窄 銀魚跌2點幾個百分比 另外金沙其實跌就不夠2個百分比 那這些跌幅 也都應該是未反映 停業15天這個行政措施的 所以大家都還是要小心 那比較好一點的那些 都是科技股 科目商銀股 一向我都是這樣說 那今天你譬如說 見到阿里巴巴彈4個百分比 好像這樣 走勢幾厲害的 彈4個百分比 回到這個下跌跌口 騰訊來說 就彈3.4個百分比 那這些的確 他們是相對比較好一點的股份來的 不過在疫情 即是未正式 完全是出現軌點 或者你未完全明朗之下 那除非你有偽高人膽大 那如果偽高人膽大 我覺得科技相關的股份 包括手機類好像信遠光學那些 今天升上4.5% 那些是適合偽高人膽大 那些去稍微投機去看看 但是如果不是這類型的投資者 就暫時都應該是觀望 等候的拐點出現的 好了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感谢观看